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挑战 他将被放在棺材里埋入地下整整七天 最大的问题就是上厕所的问题 男人很好解决 一个瓶子就够了 有足够七天的食物和水 吃喝拉撒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如何度过这难熬的七天 地面上有一伙好兄弟和他随时互动 这样能确保他不会无聊 第一个夜晚 他非常难熬 翻来覆去睡不着 被困在一个大盒子里 换作是谁都受不了 更可怕的是棺材里居然有个苍蝇 挑战的第二天 朋友搬来了监视器 能方便看清他在里面的状况 然后用对讲机和他聊天 好让他大发时间 因为在地下比较闷 他把长裤改成了短裤 并开始了他的第一顿饭 此时的他还没有感觉到无聊 还对着棺材里的摄像机开着玩笑 饱餐过后就是漫长的空虚 他开始用拳头击打棺材打发时间 到晚上的时候 地面上的朋友拿来一根长管子 捅到底 用吸尘器把多余的泥土吸干净 接着放入真孔摄像头偷窥他 帮他度过无聊的时间 第二个夜晚同样难熬 第三天 地面上的朋友们想到了一个法子 在棺材正上方摆了15个大音响 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然后放了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 音响产生的震动 把棺材的一颗螺丝都震松了 与此同时 找来一台挖掘机 利用声音的掩护 在他旁边挖一个大坑 打出一条隧道 给他一个惊喜 音响放了一整天音乐 挖机也挖了一整天 地下的他已经慢慢习惯 开始在狭小的空间做一些运动 这样身体才不会出问题 就这样 在吵闹声中 他度过了第三天 此时的他并不知道 同伴们正在挖隧道 第四天的时候 同伴们把隧道挖到了他棺材旁边 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这是他几天以来 第一次见到同伴的面 同时伙伴们也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 此时他的粉丝 即将突破两亿 也许是想到他即将突破的成就 晚上他辗转难眠 然后流下了眼泪 又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第五天 他的状态依旧不错 因为还有两天他就能出去了 同伴用对讲机继续和他互动 并用彩蛋枪设计他的墓碑 可是他感觉不到这种快乐 渐渐的又阴谋了 甚至连饭都不想吃 然后硬着头皮上了个大号 晚上同伴继续用对讲机 和他播报着涨粉情况 现在离两亿粉丝不远了 为了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上面的伙伴插上了网络设备 让地下的他能有网络信号 现在地上地下 一起在等着粉丝突破两亿打关 被困在地下的这位 就是油管上赫赫有名的野兽先生 去年11月的时候 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up主 仅在YouTube一个平台上 就超过一亿粉丝 他11岁就开始做视频 今年25岁坚持了整整14年 但很快他就进入了圣人模式 开始止不住的流泪 无尽的孤独正在包围着他 这个夜晚异常难熬 第六天 地上的伙伴主动跟他打招呼 但他关掉了对讲机 要不是为了录制视频 他一句话都不想说 伙伴们能感觉到 他的情绪正在逐渐崩溃 为了让他开心 伙伴找来了自己的父母 试图通过讲糗事的方式 让地下的野兽哥开心起来 但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野兽哥现在只关心一件事 那就是希望明天一早 伙伴们赶快从土里 把他挖出来 这将是他在地下度过的 最后一个夜晚 他开始流泪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只希望明天一睁眼 就能看见太阳 第七天一大早 他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对讲机呼叫伙伴 山东师傅开着挖掘机 及时赶到了现场 靠着过硬的挖掘技术 很快让他看见了外面的世界 那是派掘机 噢,那是可怕的 我能看到天空 J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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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哼,它是难以描述 什么天空的看似 后来不见它 七天一天 我的天啊 我开始哭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不能帮助 我们完成了 我们完成了 七天时间 野兽哥再次回到了地面 打开棺材盖的一瞬间 积攒了七天的臭味扑鼻而来 但最重要的是 先让医生检查身体 躺了七天 最怕出现脑溢血 好在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现场来了很多他的粉丝 庆祝他突破两亿粉丝的同时 也庆祝他完成了这一伟大的挑战